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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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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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仙涛应该是一个左脚球员 直接往传到前点 这球一个拉人的犯规 裁判指向了点球点点球 这是一个明显的拉人犯规 我们看到9号黄毅队长站到了球前 来主发这个点球 打门球进了片国的守门员 将球稳稳打进 由黄毅为球队 再进一场 比分来到了3比0 北京理工大学3比0领先 重新地区 打扰了 在4比9分前 比较大学3比1个 大学4比0领先 赶路上 比较大学3比1个 比较大学3比4 大学3比5 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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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达到第54分钟 北京理工大学已经3比0领先 我们看汉南示范应该怎么应对呢 这是一个犯规 来自9号黄义的犯规 我们看北京理工大学要做出话音调整 4号郭梦源要替补登场了 换下了8号王剑 这应该是一个战术的调整 海南示范左路拿球 想要往进区里走 但这个球被对方破坏 好 好 好 这么 带着带你们 带着带。 还是在右路 从右路 从后场发动进攻 我们看海南师范脚下的技术 非常的娴熟 他们的速度非常的快 控制球权 来到3号李献涛脚下 连续的倒脚配合 这球直接往前走 31号李卫博 李林博 李丽博 这球海南师范 球员又有球员倒地 这是队长张坚师 应该是受到的冲动 球员也是进行补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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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們看 北京理工大学这边做出换调整 由11号陈济东替换9号黄毅替补登场 黄毅也是为球队打进了第三个球 通过一地点球 为球队扩大比分 看到北京理工这边抢得非常的凶 但很难示范还是能够把球分出来 从左路这球就传丢了 这球传丢不应该啊 身边没有队友的干 对手的干扰看这个球 这个机会 11号刚刚替补登场的陈济东 但这个球还是没有能够突破对方的防线 在一角直筛 队友应该是处在越位的位置 没能够拿到这个球 球门球 投球一点 还是稳妥地处理一下 这球还是被对方看穿了传球的路线 给挡出了边线 这是14号王敏捷 你叫长传 准确找到了 队友李孟阳 还是能够通过耐心的倒角 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投球一点 球没有过到对方的后位 在打身后 挑船 挑射 稍稍高出 这是11号提补登 刚刚提补登场的陈济东 这叫吊射 这球稍稍地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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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翻 这球还是被对方后卫先出一脚拦截 海南师范这边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尽快地能够把球出到队友的脚下 这球又放慢的节奏 北底宫再次回到了防线位置 再往右路掉 这球还是被对方后卫给拦截 北底宫这边又再次发动进攻 这段时间双方有来有回 打得非常的激烈 看36号 李孟阳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 比赛达到65分钟 北京领工大学还是3比0领先 中场的传递 还是大这边还是想寻求的机会 这球又有传球失误 这球又有传球失误 再往进去走 再往进去走 这球第一点漏了 但是好在队友能够补到 看左路的突破 还在示范这边 还是被对方的后卫给解围 这是目前的场上队长郭猛杰的一条解围 至于是在何方卫给解图中的性格 这边是传球失误的一条解图 北京领导大学这边显得并不着急 因为他们目前已经三比云领先 我们看北里宫的编后卫王敏捷显得非常的自信 这就还能够抢在对方的身前破坏 海斯拉这个球又丢了 把球想分个右路 这个球分得有点小 好在还能够拿到 但又有一个传球失误 球是先出了边线 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再给王敏捷传到了中路 这是陈继东 11号陈继东 再次拿球 再往左路分 再传给了14号王敏捷 再往进去调 第一点还是被海斯大给控制 在一季长船往前走 还是能够结尾 这段时间北京领工大学还是控制着场上的形势 再次下跌 再次下跌 这球好像是一个乌龙球 比赛来到71分钟 北京领工大学已经4比0领先 应该是已经锁定胜局 这双方还在确定 这应该是一个乌龙球 经过去尔电 这应该是来自海南师范大学的5号 队长张金斯的一个乌龙球 这是一个位置非常好的前场任球 比如3号李献涛和21号叶茂生 站在球权还是能找到后点 投球百度 还是比较尾 第四个进球 也是为北京领工大学锁定胜局 率先进入 2021年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的 四强 但是海南上大学这边也不能放弃 还是在寻求的进攻 希望能够晚会颜面 谢谢大家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海南示范这边要再次做车换一调整了 9号吴玉森站在了长边 就还是能够卸下来 是适合王敏杰 直接长传找千点 球还能够控一下在中长往左传 看这个球能不能拿到 就还是被对方先出一脚解围 海事大这边控制球权往左分 这球过去了 这是一个好机会 高速插上 从左路突破 这球还是被对方的后卫拍马赶到 对方的守门员给稳稳地抱住 这是一个很难实在 很难实在大学的为数不多的进攻机会 海南深海大学的9号还是站在球权 还是站在场边 因为这个这段时间没有死球的机会 所以还在等待着出场的机会 果实拂 arch 尽量了 都 согńsk了 你现在cilền 都预定了 又 Kot 再往前走 这是陈吉东 好 海南师范大学 进行的化学调整 有9号替换37号 贴不登场 替换下的37号 李诗哲 有1号替换3号 感谢观看 这球是传车失误 但球全还回到了北京理工大学那边 这是一个进攻反规 好的 看这一次机会 海南师范大学向前转移 但是没有传到队友脚下 现在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个反击机会 11号断倒了球 可是没有队友向他要球 就回到了后场 球是提前出了边线 球又回到北京理工大学这边 球员们的小配合 球被断了 但是又板抢了回来 现在北京理工大学也是4比0领先 他们并不急于进攻 更注重的是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这是一个停球失误 来自14号的王敏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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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这次机会 海南师范大学抢到了球权 想塞给左路的队友 大范围的转移 转移到禁区 但是第一点没有抢到远射的机会 稍稍偏出球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移 转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移 36号 阅位在先 这时候海南师范大学有球员倒地 应该是抽筋 就是比赛来到了82分钟 球员们的体力也是消耗得很厉害 就用这个间隙 球员们也都来到场边进行补水 即便 看看 局呜 坐在续 在师范的大学这边做出换人调整 将受伤下场的20号换下 33号替补登场 好的比赛继续 球员们 都拼得很辛苦 海南师范大学能不能通过最后6分钟左右 搬回一城呢 球员来到北京理工大学叫夏 向前 找36号 海南师范大学的B墙很凶 海南师范大学重新组织 来到了右路 向前推进 套边战术 球被北京理工大学 破坏出底线 边线 北京理工大学后场 直接将球转移到前场 11号 冬队 没有赚到球权 球被海南师范大学门将暴住 北京理工大学又重新抢回球权 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球转移到右路 没有第一时间接到 但是又反抢了回来 球又来到右路 有船中的机会 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 海南师范大学能不能装着这次脚球的机会 被搬回一城 脚球开出 在前点被北京理工大学解围出边线 在前点被北京理工大学解围出边线 已经有三名防守球员跟上 获得了一个脚球的机会 39号的这球的处理很聪明 这球是稍稍高出了门框 这球是稍稍高出了门框 海南师范大学要高位压 压迫了 北京理工大学两名球员抢到了一起 海南师范大学 现在控制着球权 球在右路发展向前推进 转移到右路 转移到右路 船有些深被对方门将抱住 球来到北京理工大学这边 下半场的补食两分钟 下半场的补食两分钟 小цу 不完 快到了 dot 一脚远射打在横梁上 来自11号陈继东 非常精彩的一条远射 打在横梁上 挑射又打在横梁上 真的是太可惜了 来自北京理工大学11号陈继东 就来到海南师范大学这边 右路发展 向中路转移 第一点被北京理工大学抢到 重新组织 大脚向前转移 到左路 还是没有争到第一点 现在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反击机会 转移到右路 可惜这球没有传好呀 现在是双方的对攻时间 海南师范大学又重新来到右路 又重新来到右路 球又没有传好被北京理工大学断下 好的现在比赛结束 最终是由北京理工大学4比0战胜 海南师范大学 感谢收看本场比赛更多精彩 请关注全国校园足球GTVE官方公众号 获取每日赛事动态 观看赛事直播 提出快乐 评出精彩 2021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组 高水平男子超级联赛 是由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 山东省教育厅 青岛市教育局 程阳区人民政府承办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协办 本届赛是由新华网 人民网 央视体育频道 央视网 央视频 中国青年报 中国教育报 今日头条网 一新浪 腾讯提供媒体支持 感谢李宁中国 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对赞助 提供赞助支持 感谢上海一博会 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对本届赛事的支持 好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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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